比較差的就是在民間的瓦瑟鉤蘭 歌舞台蟹這個地方瓦瑟鉤蘭 就是一個親樓 親樓 後來變成李湘君 情懷合伴 這些人 這些女子就叫什麼 那個叫做絲紀 所以他是有分的 那麼歐陽修在宋代 宋代基本上歌劑的制度 還是延期唐代的 延期唐代這種制度的 所以歐陽修呢 他也不會 他年輕的時候去做這個河南的 河南的這個官 那他並不 他當時在一個河南做推官 那年他才25歲 然後錢維妍呢 錢維妍霸政 就集合了一些人 在那個要聚會 奇怪怎麼歐陽修一直沒看到人呢 後來他跟一個歌劑躲在一個地方玩 所以後來那個歌劑就散散來 那個歌劑可見是錢維妍家養的家計 錢維妍就怪這個歌劑 說你在幹什麼 他說我跟那個歐陽修在一起 然後他就要處罰他 然後就那個金采他的頭上戴著法采丟掉了 所以錢維妍就大怒 本來要責罰這個歌劑的 後來就說好吧 那你說你跟歐陽修在一起 除非歐陽修寫一個詞的話 我就這樣 我就放過你們 歐陽修當場就寫了一首詞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條 就說 雖然你可以跟這個歌劑往來 可以做逢長逢長作戲 但是不可以動以真情 這個也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很輕 所以基本上對這些出生的 歌劑出生的一個女子 他們還是抱什麼樣 是一個親昧態度的 所以你可以跟他應酬 用往來但是不能動以真情 但是歐陽修在 歐陽修當時是冒著可能會被 處罰甚至會被罷關的危險 都不避諱他對這些歌劑們的一個真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歐陽修非常有個性的地方 現在我們來找那個 歐陽修有一些他的詞 我找一首 你們一定熟悉的 西蘭大學可能要請這個同學找給他 有一首你們都知道 庭宴生生疊戀戀花 庭宴生生生幾許 最重要的道理 尤其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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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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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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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